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昨天咱磊哥做了一期节目 聊聊新加坡的油管博主 小岛大浪吹 但是大野猫认为讲的不太到位 为什么呢?因为磊哥讲了一大堆事实 比如方舱,比如ICU等等 但是涉及的理论,对关键的理论他没讲 今天大野猫在这点上给大家补充一下 首先小岛是个什么人 我不说吗?新加坡的油管博主 他叫小岛大浪吹 大家去看一看,七十多万粉 挺厉害的这家伙 有人说他是个反华 有人说他是个反贼 大野猫不这么认为 大野猫这么看小岛的 小岛首先他是一个高等华人 就是被这个昂格鲁萨克逊文明 完完全全洗礼了 完完全全格式化的那么一个高等华人 如果大家看这个电影叫 Crazy Rich Asians 或者是之前有一个词叫Anglo Chinese 英式华人 这就是小岛这样的人 他这人包装的非常非常好 这些人包装非常好 这种人他不希望中国堕落 他真不希望中国堕落 但是他也不愿意看到中国超过美国 或者超过西方 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了 一方面谄媚自己的主子 试图得到自己主子的认可 我们管它叫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只要美国 我多元的 我那个什么 我接纳你了 我接纳你是一种恩赐 我接纳你是一种恩赐 本来我种族主义者 但是我接纳你了 本来我是种族主义者 我又是天选之子 我接纳你了 那接纳你了 像小岛这样的人说 我得到了我主子的恩赐 然后他会拿着这个恩赐 干什么呢 他就可以给自己认为那些不文明的你腿子们上课 这叫传播文明 所以小岛是一个高等华人 他的这些东西 他讲的这些东西形形色色点点滴滴 他表现的是一个高等华人应该有的东西 另外呢 这个人给我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印象是呢 这个人口才特别特别的好 他口才特别的特别好 花言巧语特别特别的多 喜欢迎合观众 诡辩能力有特别特别的强 特别的会讲故事 如果你大家看看他讲一些故事 比如讲什么蔡英文啊 讲什么之前的江泽民啊 讲什么汪道涵啊 陈良宇啊 胡锦涛啊 甚至是谁之前的这个毛泽东啊 他讲这故事讲的特别特别的好 他呢不像这帮反贼成年跟你聊红枪秘史 但是呢 他包装的这些东西呢 又像红枪秘史 他这个东西啥呢 在两边呢 他走钢丝 他走的特别润滑 他走的特别润滑 使得人们特别特别喜欢听 然后听的呢又引人入胜 是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呢 他找到了 他找到了一个财富密码呢 就是人们特别喜欢听故事 而且他讲这个故事呢 又特就是说很独特 这一点上 这一点上 咱这么说 这个人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的口才 他整个这个叙事的方法 我们要学这个人的叙事的方法 那今天呢 我就给他举个例子 因为前一些日 前些天呢 他呢 讲了一期节目 有关防疫的 有关防疫的 有关中国防疫的 为什么放开的 我要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他这个手法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让大家以后呢 把这个方法学会了 你就可以好好辩解 他讲的一些东西 有多么的不靠谱 他讲防疫节目的核心思想 是这个 他这个核心思想是这个 保护生命 是不是共产党的主要责任 这是他的 他的方法 他这个论点 整个节目论点就是这个 保护生命 是不是共产党的主要责任 然后呢 这个东西 其实大野猫的节目之前说过 大野猫之前说 防疫 中国共产党 中国还是民共产国 为什么要防疫 那我呢 我说了 要保护生命 尤其是保护老人 基础病 底层人员和医护 我之前在我们节目说了 自己一看 他另外呢 小岛呢 又引入了一个 生命至上的定义 生命至上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 他想跟大家说 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 为了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 他认为这东西是宣传 那好了 这个生命至上 到底是不是生命至上的话 我们这里边 大家一定有个概念 这个生命至上如何定义 你怎么定义生命至上 你是绝对生命至上呢 还是相对生命至上 如果你定义的是绝对生命至上 没有任何漏洞 但是我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个定义 在是 只局限于口才 只局限于语境 只局限于理论 但是在现实当中 它是不存在的 不可能 它办不到 大野猫 所认同的呢 是相对生命至上 共产党呢 是不是 保护生命 是共产党主要责任呢 是主要责任 但是这个保护生命 是什么呢 是相对的生命至上 什么叫相对生命至上呢 就是可以办到的就办 办不到的呢 就协调 可以办到的呢 怎么去办 实在办不到了 看能不能有妥协的余地 还有其他的方法 这是相对生命至上 它是妥协出来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防疫 防疫中国人党 一直强调的是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 是不是绝对清零 我之前给大家定义过这个东西啊 定义过这个东西啊 动态清零是不是绝对清零 当然不是绝对清零了 动态清零是个相对的概念嘛 对不对 防疫这个也是 防疫中国人党在搞方舱的时候 他怎么说 应收尽收 什么叫应收尽收 力所能及嘛 力所能及叫应收尽收 你有这个能力 你收就收过来 这叫应收尽收 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收过来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力所能及 可以办到的 所以生命至上 有绝对生命至上 和相对生命至上 保护生命 是不是共产党主要责任 这是小岛要说的 那小岛的理论是什么呢 咱要看看他的方法 他这节目 大家回去看看去 他这个理论是这个 他这个方法论 今天给大家讲讲方法论 他说是这个 保护生命 不是共产党的主要责任 这个他一下开门见山了 他开门见山了 他这个诡辩能力 特别特别强 大家一定要明白 保护生命 是不是共产党的主要责任 这是他说的 开门见山 那他这个开门见山 啥意思呢 就给一些人 给一些观众 或者很多观众思考了 引人思考嘛 引人入圣 引人思考 开门见山嘛 大家要思考了 思考什么呢 共产党责任是什么 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对了 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然后想到的就是腐败啊 想到的子女在国外啊 想到的就是烂七八糟事 然后就达到了小岛的目的 小岛的目的是什么 先入为主 他的目的是先入为主 然后同时呢 他让大家猜 他为什么让大家猜呢 他不直接说呢 不给留下自己是反贼的马脚 不给大家留下口实 我没说说反贼 我没说说反贼 我只是说保护生命 不是共产党主要责任啊 我就说的 你们猜是你们自己的事啊 这招相当的高明 引人入圣 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然后呢 他就开始说了 开始说了 自己叫生命至上 什么叫生命至上 他给出了个定义 他给出了定义是什么呢 但凡伤害到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的 都应该被禁止 反之都应该被推从 这是他的定义 这是他的定义 他讲的是绝对生命至上 小岛的立场是啥呢 保护生命 就是绝对生命至上 其他的都没有 没有商量的余地 只是绝对的 不绝对 就是不保护 就是这个 大家听一听 但是呢 他给出这个定义呢 是在他举了一大堆例子之后 他给的定义 而没有直接给定义 不像大野猫的节目 大野猫节目也是开门见山 我把理论给大家说好了 我的理论是什么 然后我应这个理论呢 给大家说一个概念 然后呢 给大家举一大堆例子 我的理论怎么依据的 小岛不是 他开门见山之后 马上说了一大堆 一大堆他自己 列出来的东西 列出来的例子 然后呢 夹带了一大堆私货 然后才给的这个定义 小岛怎么说的呢 他说的生命至上是宣传 他首先说 共产党不是为了生命至上 然后他紧接的顺序是 生命至上是宣传 然后他举例子了 如果生命至上 如果生命至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应该禁煎 禁酒 取消死刑 提高医护人员的收入 禁止堕胎 然后让大家去想 这个非常非常的高明 非常非常的高明 小岛这些招 非常非常的高明 会直接了当给人 给他的观众 引到他自己 所射到的那个圈套 那他好了 如果生命至上 我们应该禁煙禁酒 他这个东西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是防疫啊 可能大家听到这 已经把防疫给忘了 可能把大家听到这 已经把防疫给忘了 大家听到这 可能听到就是生命至上 保护生命了 但是我们讲的是防疫啊 我们讲的是防疫啊 大家一定 一定不能 不能把这个概念给lost啊 我们讲的是防疫啊 那你说这个问题 禁煙禁酒 跟防疫是一样的事吗 他举这个例子 他举这个例子 本身就是在互动傻子呢 大家不去思考啊 咱这么说 烟酒杀不杀人 大野猫承认 烟酒杀人 但是 他跟病毒是一回事吗 他这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 efficiency problem 是不是有一个效率问题啊 一个两至三周 就能让人 就能让人痛苦不堪 甚至失去生命 另外一个烟和酒 二十年三十年 多的四十年五十年 它能是一样的吗 那你说喝水 那你说喝水 是不是人的生命会减少 也会啊 是不是水能杀死人 当然可以了 我们是喝的果汁 喝的可乐 有没有可能杀死人 当然可以了 你喝了一大堆可乐 你有可能得糖尿病呢 对吧 然后呢 你即便是什么都不干 你吃饭 你的生命也会减少啊 因为人总有一死嘛 或者轻于泰山 或者重于泰山 或者轻于红毛啊 对吧 人总有一死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东西 是很有意思的 他举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例子 非常不对路 不对路的例子 但是大家到这个时候 已经想不到防疫了 想的就是生命至上了 想的就是他这个圈套了 其实他这块 他这个他这个 他没给你举一个正常的例子 他根本就没给你举一个正常的例子 然后他在这块给你胡说八道 然后大家就听进去了 另外三个 取消死刑 提高医护人员收入禁止坐牌 这是什么东西 他在夹带私货呀 这小子在夹带私货呀 他这就是我说的 给不文明的人在上课 西方文明至上 西方制度至上 给主子颤媚 这是我说的这个东西啊 提高医护人员收入 那你提高医护人员收入 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问问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想要的是中国要跟学习西方 搞精英医疗 摒弃 就是放弃现在的 放弃现在的服务医疗 而走精英医疗 所有的在这场防疫防疫战当中 反对方舱支持ICU的 这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精英医疗 而不是服务医疗 大野猫为什么支持方舱 因为我支持的是服务医疗 而不是精英医疗 关键点在这一块呢 很多人认为方舱ICU 到底怎么回事 说了半天 其实关键的问题在这儿啊 他想让中国走精英医疗的路线 而不是服务医疗啊 这个东西是根本性问题啊 因为精英医疗 他这东西 他受众的对象是谁啊 他受众的对象是中产阶级 和上等人啊 他受众的对象是中产阶级 和上等人 然后谁的是代价 谁的代价呢 是底层人的代价 他想搞一个阶层式社会啊 stratified society 他想搞的是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明白 大家如果看不明白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在聊这个东西 没有意义了 真是没有意义了 然后他让大家自己去发挥 这什么呢 就把大家再次引入到自己 就涉及在这个圈套了 然后他才给出生命至上的定义 他举了一大堆这样的例子 你想他开始说 共产党不是为了保护生命的 然后他举了一大堆这样的例子 夹带了一大堆的私货 他才说 生命至上等于绝对生命至上 这是他的手法 这是他的那什么 这是他的这个 我们管的叫 我们管的叫方法 其实他用的方法呢 也很简单 我们之前说过 我之前说 北京的胖子跟秦胖子上辩论 我给大家建议 要读一本读两本书 一个呢 是批判式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另外一个呢 是政治经济学原理 political economy 好吧 这两本书 小岛用的东西呢 就是批判式思维里边常有的 小岛自己是这么想的 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生命至上呢 很荒谬 生命至上这个 这个很荒谬 很荒谬 然后呢 他的方法呢 叫Reductive Adapsternum Reductive Adapsternum 啥意思 荒谬归纳 什么叫荒谬归纳呢 他的意思是这个 生命至上是很荒谬的 他自己说 他自己认为 他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 而且他认为 生命至上是绝对生命至上 我认为呢 是我认为是绝对生命至上 在现实当中不成立 只有相对生命至上 而且我赞成 共产党用的是相对生命至上 这是大野猫的 大野猫想法 小岛不是 小岛是绝对生命至上 等于生命至上 然后呢 他认为这个很荒谬 然后呢 他用的方法呢 就是归纳荒谬 或者荒谬归纳法 Reductive Adapsternum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这么用 他举了一些例子 你看他刚才举了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是这个 在中国人的语境下 与政治生活之下 看似荒谬的东西 来佐证自己的观念 太高了 我只能说这个人太高了 为什么 他准确的摸住了 普通大众的脉搏 他这个听众这么多 因为他摸到了 这些人的脉搏 这些人不去想 不去思考 大家不去思考 所以很容易就陷到 他的陷阱当中 很容易就陷到 他的陷阱当中 所以他搞的这些东西 他的结论 他给出了结论 他说了这些东西之后 他给出了结论 给出结论是 共产党说的生命之上 不是全方位 共产党说的生命之上 本来就不是全方位的 共产党什么时候 说生命之上是全方位的了 你自己看看 动态清零是什么 你自己看看应收 进收是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共产党一直所说的 是相对生命之上 但是他现在又说了 共产党说的生命之上 不是全方位的 不是全方位的 是对的呀 但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他的观众 你看这个 你不去思考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节目 你在这个时候 你已经被带偏了的了 你不会认为 共产党说的这个话是对的 你不会认 你认为共产党不是生命之上 共产党就不是生命之上了 因为你已经引人入胜 先入为主 生命之上就是绝对生命之上 而不是共产党 一直所说的相对生命之上 那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呀 共产党本来就是说 相对生命之上啊 共产党本来就是说 生命之上不是全方位的 你看和共产党 共产党在说 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 都是说自由民主人权 是相对的 都是说以国情 与地缘政治与发展与集体 利益相适应的 这不都是相对性吗 但是小岛怎么说 他结论是共产党生命之上 不是全方位的 他说的对的 这共产党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在他的理论当中 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否定 中国共产党 不知道 你发现没有 来提高自己的理论啊 就是说大家在 你在这个时候 已经先入为主了 他用话术骗大家 认为生命之上 等于绝对生命之上啊 这个是很有意思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自己去看一看 他的节目 其实小岛这里边说 这里边概念是这个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相对生命之上 等于不等于生命之上 只有绝对生命之上 才是生命之上 那你说绝对生命之上 我刚才说合理吗 他不合理啊 他不合理的东西 小岛为什么这么说啊 其实小岛也明白 中国共产党说的是 相对生命之上 但是 他想达到自己的高滑本色 他想达到自己的高滑本色 他搞的东西是什么 他看似用了一个 reductive Adoption 但是他不是 他搞的一个东西 他的整个举例 整个论据 在整个的大框架下 大爷猫认为 是稻草人和红飞鱼 stra figure和red hearing 小岛只承认绝对生命之上 其他的相对生命之上 其他的东西 都被他用诡辩术和话术 给消 给消灭了 给排除了 他扎的这个东西 他所说的共产党 不是为了生命之上 共产党不是为了生命 不是为了保护生命 然后呢 生命之上等于绝对生命之上 这个很荒谬 整个这东西是什么 是小岛扎的稻草人啊 是他扎的稻草人 他搞的红飞鱼 又臭又腥的 红飞鱼 把我们的心思 把我们的把我们的思想 全往这方面带啊 带到他那个炫坑里去啊 那实际他想说的是什么 实际是他想说的是 用共产党一直在说的东西 来否定共产党啊 这是他 这是他的话术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 他说了这个之后 你看看他 开始放飞自我了 他放飞自我了 既然不是生命之上啊 那仅限于防疫 仅限于防疫 这啥 这叫特别呼吁 特别呼吁 special pleading 这是一个逻辑谬误的啊 不是 既然不是生命之上了 生命之上是相对的 那仅限于防疫 他自己带入了 带入了 说共产党只为了防疫啊 不是防疫 不是防疫就不是别的啊 为了 还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自己的统治啊 这就是这个了 然后紧接他就说 共产党 共产党不是为了保护生命 不是保护生命呢 你看看 他就他就举个举个例子 那如果是 如果是绝对 绝对生命之上 绝对生命之上的话 按照他的理论 绝对生命之上的话 按照小岛说的 绝对生命之上 那人民英雄 你看董存瑞啊 黄继光啊 邱绍云啊 你让他们去牺牲 难道是生命之上吗 长征共产党 带的是老人 还是年轻人 我可以告诉你 小岛在这块 他干什么 小岛在这块 在夹带私货 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啊 他在夹带私货 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啊 这是 你觉得这个是反共吗 大家好好想一想 他大家好好想一想 然后他又说 他又说 人民值钱的这个理论 是从西方来的 这个话对不对 人民 人命值钱的理论 是不是从西方来的 他不一定 这个就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 但是 即使是从西方来的 难道他错了吗 这里面的关键是 生命值不值钱 这里面关键不是 不是从哪来的呀 如果这个理论 是从哪来的 他就是错的的话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 genetic fallacy 基因谬误啊 这个东西 说从哪来的不重要 这个东西 生命是不是值钱的 是重要的 生命到底值不值钱 生命有没有价值 这个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不是因为他从哪 这个思想从哪来的 这个思想从哪来的 跟他具体有没有价值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他很多观众 是爱国的吗 反西方的吗 说了这话 他说了这个话 就把之前 他否定革命先烈 否定革命正当性的 这个东西 直接给圆回去了 非常巧妙的两段话 几十秒钟 就把他之前那些东西夹在了私户 一下子给圆回去了 太高明了 太高明了 直接给圆回去了 然后他又举了一战二战 美国历年发动战争 看似什么 中国共产党跟大家都一样 中国共产党跟大家一样吗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 不是资本主义政党 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 他这块在干什么 他回到了自己之前的之前的论点 保护生命不是共产党主要责任 他想他想做的是什么 他想否定中国三年来防疫的成绩 他想否定中国共产党保护人民生命的基本利益 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努力 小岛在这一刻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小岛用自己的节目 用自己的行为 支持了 非常巧妙的 支持了那张白纸运动 我的话完了 大家怎么想 你们自己看 在底下留言 好了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